歡迎光臨 花蓮豐兵港口國小學生 用雙手自己製作 再用紫人偶拍成動畫 透過動畫讓更多人用看的 就能清楚了解 他們要表達的主題 這種方式 跟我們平常在看卡東 看漫畫一樣 很容易懂 在桌子上拍想要的圖 然後再動一點點拍一張 動一點點拍一張 你花多久時間 一個禮拜吧 透過夏日熱血計畫 老師帶著學生進行填調 希望讓大家了解 老師去年帶著學生填調 透過勤勞口述 讓孩子跟社會大眾 了解以理性祭典 集辦的意義 這個方式是最好的 我希望讓 漢人能用這種簡單的方式 認識文化 除了說透過動畫 跟人家講述港口的祭典意涵之外 孩子們自己 阿美族的孩子本身 能夠重新再認識 清楚了解 這個祭典的過程 祭典的步驟 祭典的歌謠 到底意涵是什麼 我相信這個是我們學校 站在一個教學單位 所期待的一個方式 有很多部落擔心 以理性變得觀光化 因此港口國小師生 製作紙藕跟道具 拍出上百張照片 串聯成足隔動畫 介紹阿美族以理性祭典 實踐自己的祭典 自己詮釋的精神 也讓孩子藉由動畫製作 重新瞭解 以理性祭典意義 記者感到麻雅花蓮豐兵 採訪報導 到處